新冠肺炎疫情升温延峻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林沛祥 特地捐贈第一線 醫護人員防護面罩 總數2000個 分送給基隆長庚醫院 以及部立基隆醫院各1000個 並且親自協助 搬上兩個醫院的車輛 感謝並且力挺第一線的 醫護人員 是說我們代表民意 代表人民們 跟我們的辛苦的醫護人員 說聲謝謝 然後自從我知道說 我們醫院可能在物資上面 不只是人力 而是物資上面 可能還有缺口的時候 那佩祥就盡全力 想盡辦法 然後幫我們醫護人員 打氣以外 提供他們需要作戰的物資 像是面罩啦 火罩甚至防護衣之類的 那在這邊佩祥也是在這邊 希望說自己 盡自己的棉波之力 來呼籲大家 除了自己要好好防疫以外 如果任何物資 你們可以幫忙的 可以願意幫忙的 可以捐出來的 我們現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跟我們一樣 除了自己要小心病毒之外 也要幫我們在一起戰勝病毒 對於副議長林佩祥的力挺和支援 代表收下防護面罩的 部立基隆醫院 以及基隆長根醫院人員 都滿心感謝 口罩 口罩面罩 到幾次到也多次的 大概親自贈送飲料 還有餐點 給醫護 為醫護實質的一個打氣 加油 我想對 醫護人員對於防疫的一個過程 世紀的提升 有莫大的一個幫忙 那我們醫療人員也會站在第一線 為民眾守護健康 相信我們最後一定會能打贏這場腎臟 由於我們醫院真的需要 需要很大的一個幫補跟支援 口罩啦 面具 甚至我們的肚子餓 副議長都幫我們想到了 我們真的很感謝 我們也希望副議長持續的在一起 跟我們一起加油 跟我們一起幫補我們 讓我們的防疫做得更好 謝謝 面對嚴峻的疫情 副議長林佩祥個人呼籲各界 一定要挺住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共同防疫 記者吳俊松 機動報導 好 你